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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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修冬华台 然后修了一段时间 现在这个口底很重 冬华台是修啥呢 我不知道 冬工 冬工是修啥的 我都给我知道 冬工后来就是关那个 一个是三字名 乌阿虹吗 就关自己是一朵年花 这个是 几柱是一个年花杆 就是一个年花包打开 然后上面做自己的师傅 或者是一些佛服上 然后念乌阿虹是吧 然后念乌阿虹是念 采用金刚送的方式 嗯 那外形上师憋呢 也可以 憋得有点头疼 是吧 这个就是 观想镜不够 刚开始修行嘛 一手太重导致 观想是直接把境界观想出来 那样子坐在境界里 嗯 对观想不出来是吧 能出来 但是就要重新提醒自己 然后又观 然后又没有 嗯 观想跟想象有区别啊 大家想象的时候 你还发现吧 我坐在这儿 想象一个电影里边 在境界大家 叹叹叹就想象出来了 知道吧 你现在想象一个什么 你看过的一个电影里边 谁在 还是皇帝 你们看过什么啊 皇帝在跟那个妃子 说话什么 你莉莉在目这儿 这叫想象 知道吧 那你的能量啊 什么气在头上 知道吧 嗯 观想不是 观想是旁观把自己抽离出来 然后自己整个身体 都要变成那个境界 就是你想象的话 你是从头里边 想象出一个电影里边的片段 就是在你头脑中 就像有一个小电影在演 嗯 观想是他 他要把自己变成这个境界 知道吧 所以你要跟这个境界合一的 啊 所以你的能量要不要放在头上 你能量 你就是想象了 能量全在头上 所以头会痛 嗯 嗯 就是 现在学会观想 哈哈 嗯 就是 你也可以移动 你不是有个莲花 有个杆子 还有一个包包啊 那你先 先观想莲花呗 往下走呗 你就是先 就 就 内观的时候 眼睛看到些 看的是莲花 莲花很清晰嘛 嗯 看着莲花 然后有个杆 不要把一莲放在那个包包上 放在莲花上 你坐上就行 嗯 它底下那么大个莲台 上面肯定有个包包 不用你想 哈哈哈哈 它肯定要长嘛 是吧 你先观想出来 然后有个管管 你就不要管上头那个包包了啊 嗯 你不是 你一下子不是观想不全貌嘛 嗯 你没有你观想 这个观想这也是修行的人 有的很成就很高 他现在一念就观想出来 有的人刚开始不是不行嘛 那根据我们刚开始不行的状态呢 我们就有次第的 我们先观想底下有个莲花 这个蛮重要的 都没底这不行嘛 有个莲花 然后有个管管 你就不要管那个管管上边那个东西了 嗯 它有个包包还是没个包包 反正最后你要冲那个中脉里的冲马 对 它有个 你要有个包包有一天 你还想那个包包不开 穿不出去咋办 嗯 你会着想的哦 包包 真空的一道光就行了 光住就行了 嗯 这个也行 你不是因为外星上是可以的 啊 就说我能不能先观想 莲花有个关关 有个什么 他也是 如果你全弄不出来 就一直就慢慢 嗯 可能没有系统的 专注 观想 因为你还要持咒嘛 温啊哄温的 要专注在这个观想界 这个还是蛮难的 你这个观想界啊 感觉太多了 然后要观想这个 念嗡的时候 又要观想这个 黑暗的能量走了 你觉得做够了 就不难 因为不是用的心嘛 人家直接就做着那个境界 我说还好了 你问问那些男私讯 你让他 我说你哪天观想 他说头大说 观想 呃 风光普照 他说观想不出来 我说你洗过澡没有 说洗过 你就像观想站在水楼头 底下 上面那个水楼头 刷就切下来 然后第二期来了 说 观想不出来 还是不行 我说观想 这个也观想 我说 但是我没观想 我坐在那的时候 觉得有一个人 拿着个大勺子 在我头上浇 这个境界 我说行 那就这样吧 就浇水吧 他能观想出来 我说 就当佛不上给你浇的 能量也会灌顶嘛 然后我过了两天 又说 突然浇浇 有一天勺子掉下来 到今天头疼 砸了脑袋 可逗了 这个 这个 这种人 就是这种观想 实在是太笨的人 不适合修这个法门 我发现 就是你就转一个法门 就算了 就是实在太难了 对您 身体气脉通的时候 不说修出去以后 所谓的 念神还须 这个步骤是 这个你问外星上师 我不知道他怎么编的 我是不建议出去的 他是外星上师 有他的护士 有他的角度 那让他去搞吧 因为我是 当一个人 中脉通的话 是没有上下的 你中脉都通了 哪有个口子朝上开 还是朝下开 哪边是下 哪边是上 我们人力总是坐在地球上 觉得下面是下 上面 比如说能量 我经常说 当你有情欲的时候 你会发现出海底里生的能量 永远是性能量 头上下来的永远是灌顶 其实 你说坐在这儿 假如这个人里 这是个人嘛 假如这个人里面没有你 这不是人无我吗 人里面没有一个你 是吧 就是个如如不如坐在这儿 就是活着 就是一个人嘛 你说这个人 底下那个能量 就叫性能量吗 哪个灶气 头上找的 头上找的这个器官 跟底下那个器官有啥区别 都不是细胞组成的吗 能量还不都是个能量嘛 然后你从头到脚 还不是在你妈附近母学形成的 你哪块不是性能量 是吧 那为啥从上面就去灌顶了 从下面就成了情欲动了 是吧 这个都是你在那儿认知 是吧 因为你觉得那块是个 就是生质系统 上面这个是吃饭的系统 是吧 都是你在这儿认知 没有上下 一个人如果是中脉头了 就没有内外上下的 有真的 中脉是个无为的 其实 当然说密宗里边 有他的很多法门 有传承的 就通过观想来达成 当你坐在这儿观想 你是个脉龙的时候 你就是脉龙 没有性肝脾肺生 没有筋骨皮毛啊 你就完全变成 那个系统了 知道吧 你假如你观想自己 三脉七楼 只有中脉的话 那你就是这个东西 你就不要在乎 你的性肝脾肺生 你的筋骨皮毛啊 不要去西医那一套 也不要去中医那一套 阴阳理论 西医中医 心理学统统放下 你就是个脉龙学说 就是脉龙 你坐在那儿 走到哪儿 你都是脉龙 走到哪儿 你都只有一个中脉 就是这样子 他好像这样 觉得好复杂 也不复杂 都是为了调心嘛 最后都是停下跌倒梦想 所有的法门 最后一个 你乖乖乖乖乖的 我两个手 如果症脉症痛了 你身体肯定会消失 知道吧 你的心住在哪里 你必须 你还是个明星界星 就是你坐在那儿 你的心在哪里 如果你的身体不在了 你心在哪儿 是吧 你现在说你身在肉体上 你身体不在了 心一直在什么地方 是吧 你腹体嘛 不在啥子 是吧 心无处不在啊 这个始终你要知道 最终你要 这都是入门处啊 你观想观想观想 有些定住了嘛 这就要念佛后 说让你念佛 都是入门处 法门都是老师编的嘛 那是老师编的 都是人编的 人编的 它是个入门处 所有的法门最终 佛说了 我们停不下 停不下 成不了佛 因为我们乱想 妄想 就是妄想 有妄想吗 那这个妄想 要停下来 它需要一个定力 通过定来停 那么定就是 开始就要你要 不要乱 先妄想 其实跟乱想 是不一样的 乱想是杂念多 妄想是你有很多 根深蒂固人力的之间 就是说你 这些东西就是 这个是黑的 这个是塞子 什么 这是半圆的等等 这种之间 还有时间的空间 还有你一整眼说 成就坏过生老病死 还有星球啊 这个世界的产生 都是你妄想出来的 你那个乱想算啥 是吧 这个世界都是你妄想出来的 众生妄想出来 要停下 你说你要停下妄想 是不是你先要不找这些像 你妄想出来这一大堆像 你先不能执着它们 是吧 都是幻境你执着啥 否则你那个分别性 不是不断的用妄想 不断的在妄想 你要停下来 所以这个金刚技术 先不从找像 是吧 你直接观想嘛 但是你的心性上 达不到 比如你坐在这儿 你的心性达不到佛菩萨境界 比如佛菩萨 人家不生气 你就生气嘛 是吧 好 心性上达不到 但是在坐地上 你为什么就能达到呢 坐地上你啥也不想了 是吧 清净了 你善恶不分 你不再在善恶里 不再人道折腾了 所以他在坐地上 清净的状态 和一个佛菩萨相应的嘛 诸佛菩萨他修这道一定时候 他的报身 因为密度是 他报身这一块 他报身这个中脉 他是通达的嘛 你就跟他相应嘛 而且每一个上司 他自己别排法门的话 他有加持的在里面 是吧 他有对你的加持护持的 你心也是可以修成功的是吧 可以啊 就是比如外星少师 他说他你就这样吃闻啊后 那可能是他在没 他就那样修嘛 他就那样修 他受业 你就跟他容易相应嘛 那我 因为我来见您 我是觉得 嗯 我就着想了 外星少师挺好的 你就那样 外星少师 跟我也相应 我们也相应 所以你不用跟 一样的 法门一样啊 因为我觉得您 您是过来人 就自己是还是着想 找自己是个女性 可不可以成就来见你 可以 心是没有男女的 心 心是无男女下的 心是空性 是无极嘛 然后呢 我们的气脉是阴阳二气嘛 对 你是女嘛 就是 也是阴的嘛 也阴阳平和 阴的强一些 难得是阳气足一点 等等啊 但心是无极的 心是没有阴阳的 但心没有阴阳 是无男女相 金刚经说 无限相啊 无相的境界 如来的境界 对吧 但生理上你是女的嘛 是吧 心是无相的 生理上它会转的嘛 你不管是个女的生子 还是男的生子 心中是无相的的时候 你这个 我们这个四大是妄想出来的 这叫结固妄想 或者说这个 肉体叫结固妄想 你最后总会破这个结固妄想 男的他有的 男的结固 女的有女的结固 是一样的啊 你从最高界底 小成弟子说 女的不容易成了 但是从 你现在从空性 大乘佛法的中道 最高界底下去了 就男女都一样了啊 何况男女 众生偏见都是弱的 是吧 何况还是男女 是吧 安心 就是说你 不管从哪个法门进入 第一是定 安心 借定会三学四 都是三五六学 定 你从哪个法门 都要如如不都的 安住在那个 官小区里边 专一 专注在那里 都行 我们有时候 到一定年里 其实身体呢 有时候有病 有一些小毛病啊 比如说 气虚啊 心包啊 心力不够啊 心脏得过病啊 等等啊 他有时候口具来自于 就是这个病态 不是与修行无关 因为佛学它是从色星来调的嘛 所以佛法是从心性上 开始圆满的嘛 他先从心的圆满 他把肉体这个四大物质的东西 他认为是你妄想产生的 你看 他就 他就产生妄想 这是个监控梦想 他不说物质跟能量 他不分子 他是心物一元的 就物质也是还带在这个心的 你的心的范畴 本心的范畴 但这个心叫明星阶级 但是这个心不是你那个念头 你记着啊 如果你说 我那个念头包含这个物质 这就包含不了 你那个念头 连个苍蝇也包不进去啊 你那个念头叫本心 本心是心物一元 里边包含 这个本心就是如来 本性 也叫你的本性 叫法身 也叫自性 就是这个本心里 还在宇宙一切想 这个本心里 包括你这个四大 这个是你在本性 就是说我坐在这儿 我们的每个人坐在这儿 本性东西一切具足 就是本性 你现在不是你认为是个女人吗 你的本性也还在这里 你的本性不会 它永恒不动的 它不会丢失 即使你轮回 它也不会丢失 这个如来本性还在这里 然后你在这个本性里 不断地产生错觉 然后认为你是个女人 所以要停下这个妄想 这个错觉就叫妄想 不断地认为你是个女人 这个女人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现在我要用什么法门 回到这个本性 各种想 其实是要停下这个想 你就是 因为我们总会想这想那 是吧 不想四处法 又开始想佛法 但是佛法 为什么可以想呢 刚开始闻思修 你要先听懂 如果我 你连这个 你是本性这句话 你都没听懂 你怎么会修正呢 所以佛法你要先听 先听懂了 听懂了佛法 就要放下了 坐在坐地上 既然你听懂了佛说 你是本性好 那你就要问 为啥我现在 我是本性 我不是佛呢 我现在活不在佛呢 佛说因为你妄想 那不就这么简单的 我上座不妄想不就完了 佛说一下 你五重妄想 你三分钟停下来 是停不住的 就像水的表面 地下还有爱流汹涌 那么我继续修呗 那么停下往下等呗 等水都澄清啊 我的本性就出来了吗 哎 那就是 这就叫能小的所小的 比如说我觉得 我是个女人 我觉得 是有一个我啊 女人是另一个所觉得 所觉 我觉得我是个女人 能觉得所觉 这两个就像大海里边的 俩多浪花嘛 这俩浪花停下来 你就回到大海了 如果说本性比作大海 那俩浪花要停啊 这个还是一个不究竟的比喻啊 这个是不了业的说法 我只是为你 辅助你理解啊 因为你沉到以后 你会发现浪花就是大海 你坐在这你就是佛啊 因为 因为你有大小的分别 所以你觉得浪花不是大海啊 等你大小分别破了 你就知道浪花大海是一样的 是一不是二啊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定下来 是的 都是专 你看基本上佛学里边 借定会定是由定而生会嘛 借定会三学 还有我们提下往下就是说定 提下往下就叫定力嘛 就获取定力 还有就是提往下 所以一开始你看修子修官修定 这都是一马子 子 官 定 官是用智慧来关照 人业大帝是一个 人业大帝是叫守能业王啊 平时你看佛在能业就说 能业二字是佛已经翻译过来的 能业二字是他的本意 是如如不动本来坚固 就是本来坚固的意思 本来不动本来坚固本来定啊 所以佛说这个守能业王 这个能业大帝啊 是所有定的王 就叫租定之王嘛 就是还设所有的定们 就是你平时修的子官啊 三摩地啊 游戏三摩 很多大家流行的修定法嘛 寒麦手业啊 或关呼吸啊 鼠呼吸 内观外观的啊 能业大帝 统设所有定们 就统设你所有知道的一些 他称为定中之王 叫守能业王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定 因为我们法身本定 为什么本定呢 那边就没有你 所以他从来没有动静而向 因为你在里边 到了空性里边 里边没有人没有你 所以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定啊 没有这个动静 你认为现在定 还是有一个定的模式的 哎我不动了 你看啊 到最后其实无我无人的时候 谁在动 谁在散乱 你不是胁迫我像人像吗 你说你很散乱 谁在散乱 要么没有一个人 那个散乱就是个幻境 散乱是你认为有一个你在散乱 散乱是个幻境知道吧 所以你坐在这天上的油在飘的时候 你不觉得那是你散乱 你说那是跟我没关系 那是油在飘 你的散乱跟那个油在飘是一样的 因为到最后你的 你的本心 你的空性 海盖宇宙实为一切都是你的本心 那油在飘跟你散乱有什么不同 是吧 所以那是我们本心 能言大定就是你的本心 你知道吧 法身本定 就没有没有散乱过 你看能言经里面 求能言大定 首先要明心见性 所以你看 说交换来能言大定的 然后谈心在哪的问题 也不是说最后找本心 因为我们的本心就是守能言大定 我们的本心 法身就是本定 法身就是定 让我马上明心见性 是啊 你听懂了就见了 哈哈哈哈 马上见性 是吧 大家都是 都听懂了 你不要以为对见性有那么难 是吧 听懂 这是个解物 就是你通过你的思维听懂了 你知道为什么当年小学弟子 很多佛 佛说为啥给小学弟子不这样 那为什么很多人见不了性 这么难 你让佛当年跟很多人说这句话 人不信了吗 我说你法身不一定你就信了 你知道吧 如果你从来佛法刚开始出来 没有这两千六百年的传播 我这样说话你信吗 我假如我是释迦牟 我坐在这 佛教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个世界没有佛教是吧 佛刚开始从法 印度教是主流 所以万物要跟凡天合一 才能成为无少爱 就是说很厉害 就是他有一个凡天嘛 在印度教里面 你要跟凡天合一一样 你永远是他的子民啊 不管 大家还有个说法是凡天在做梦嘛 做梦 那还是我们还是凡天梦境等等 各种 但是你要修行 你要跟凡天合一啊 是吧 但是 有个合的 合一的状态啊 那其他宗教说你是随随生的 或者是什么 你要怎么回归 你永远是他的孩子或者什么 但佛教说 众生平等我们是一样的 我一个佛坐在这说 你跟我一样的 怎么可能 你全身放光我不放光 怎么能跟你一样呢 佛说 因为你着了放光的像 跟不放光的像 其实放光的像 跟不放光的像是一样的 比如萤火虫也放光 其实你跟他是平等的 你你出来不说是萤火虫怎么放光 我跟他不一样 不是的 因为住院居住你就放光 住院不居住你就不 你就不放光 是吧 有的有的东西他就本身 他就住院居住就放光 有的就不放光 佛有功德三十二校 把他就放光 能放着紫禁光 你就不能啊 这都在英国里面 但是这是像 这是佛像 在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 知道吧 你变成一个女人 我变成一种佛 就像水变成冰 冰变成水 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空性 知道吧 但我是痛苦 我是冰 是啊 你不想做冰 你才痛苦嘛 对 是吧 因为你有分别认知嘛 是吧 比如说你在地狱里 因为你有痛觉 比如看见那个野心拷打的时候啊 你有恐惧 你有痛觉 所以你讨厌地狱 对 你不想去啊 如果你没有这两点呢 是不是地狱很好玩 是吧 哇 在天道全是光明 地狱全是黑暗 黑暗中的快乐啊 黑暗中的快乐啊 人家 帐王就喜欢黑暗 是吧 你觉得黑暗不快乐 黑暗就是 心中没阳光很冰冷 你不喜欢冰天雪地而已 你就说 北极就变成了 人类不喜欢北极 就觉得北极是不毛之地 北极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你见过那种冰虫吗 在冰里边生长的虫子 就在 这个 电视里边也过的啊 冰里边有虫子的 不要以为冰里边没有 冰里边有生命的 就说那个很很 几万年那个冰切开里边 是有虫子的 爬脉虫子 可以活的 很快乐的活着 但是离开那个冰 它就变成了水 就化掉了 它是活的生命啊 就是接受一切 不是接受一切啊 你现在以一个人类的直接 接受一切 那肯定受苦受难 你说我是个人类 把你送到北极去 你要接受那个冰切雪地 你能接受了吗 是 那不马上把你冻死了 是吧 你是个人类 把你送到地狱去 你不马上 你有人类的直接 你看见那个黑暗就恐惧是吧 看见一个这样的鬼出来 你就吓死了 他别说人家还要打你骂你 还要让你受罪是吧 所以你以人类的 有局限性的思维意识 决受去接受一切 这肯定被灭 肯定受苦嘛 你接受不了 你没那个能力知道了 那为啥佛菩萨就有呢 他叫游戏 毕竟空啊在三界六道 叫游戏啊 你就不能去地狱游戏 你只能在人道 还是在快乐的地方游戏 痛苦的地方 一游戏就灭了 知道吧 所以你只能选择 有局限性的地方游戏 这个并不是那些地方本身很恶 是因为你自己能力不够 知道吧 我们现在就要练能力 对 因为本事 为什么佛菩萨的游戏 毕竟空你不能 就是因为你不是佛菩萨 你没有证的 但佛说你本事 你本来是现在为啥不是了呢 所以因为你不断的在错觉 妄想之中 所以停下妄想 就叫定啊 所以你就上座嘛 任何法目都是配合你停妄想 如果这个法目不能让你停妄想 就把它舍弃掉 八万四千法目由你选择 知道吧 但佛说了 有个次第你一定要懂的 歇破人我 歇破我执 后破法执 这个次第一定要懂 大家经常会容易歇破法执 就是把全世界都抛弃了 最后没抛弃自己 然后就变成个无企无义的家伙 然后自己在那儿还受苦 胁迫自己 众生都是真实不虚的 你是假的 所以你的角色要放下 你是假的 众生都真的 所以众生受苦是真的 你受苦是假的 这叫菩萨道理 歇破自己 就这个入门会好一点 歇破自己 是否人里边这个我 这个我是个假象 你现在不是说 这个人里边有个你吗 有个女人吗 我疼我呢 这个人跟你疼我 你看在梦里边 你说 这个人里边有个我是吧 你肯定说 你现在睁开眼的时候 你觉得是 你在这个肉体里面 是吧 这个是物质的 是吧 所以这个肉体对我有影响 这个臭皮囊 附近无线 影响了这个我 你看我不是在飞不起来吧 啊 然后呢 又冷又热 一会冷一会热 然后还疼啊 是吧 得病啊 你在梦里边 肉体没进去吧 是吧 为啥有个狼追你 你也说是疼 然后恐惧呢 你肉体 既没咬着你一个皮毛 是吧 你在梦里边 也觉得有个女 在那受苦受呢 是吧 你的肉体又没去 是吧 所以是人里边就有个女 你只认为人里边有一个女 并不是肉体里边有个女 最主要是你认为你是个人 就是人 人物吧 其实人里边没有你 我告诉你 人里边有一个错觉 就形成了你 你是个错觉 这个小小的你是个错觉 人里边有一个受苦受难的 你是个错觉 这个错觉随着修订会解开的 这个错觉会消失 你知道 消失你知道变成 你一下子变成 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你就成到了 就说这个人里边消失了 就叫人无我 当人里边没有你的时候 你就看到法无我 法无我就是每个杯子都会解体 每个物体都会解体 都是三维角度 它是个圆的 四维五维里边 它是一束光 它看都看不清 比如这个杯子高速旋转 你们看见吗 是吧 所以进入四维五维 所以外法都本无我 没有自信 就是说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那 只有如来是不变的 知道了 一切东西都是圆生圆灭的 依靠圆生起的 只有空性不以圆起 空性如来是不以圆生圆灭的 它本来存在 但我们说它本来存在的东西 就说我们经常问 上去从哪来呢 或者说我们这个空性从哪来的 我们 漫法都是作业矩子产生了 空性是什么圆子产生的 它说空性是永恒存在嘛 那空性走得有一个地方生出来啊 但是空性无形无效 这个你问这句话 是因为你心中有效 所有有效的东西都是圆生圆灭 而相对于有效来产生了虚空 虚空都是圆起的 相对于有效产生了一个没有东西的虚空 除了这些就是空性 空性不以圆生 所以不许是虚空也不是主像 所以你放下虚空的像 放下外法的像 你就停下了往性 但是放那么多外法 你怎么放呢 是吧 你就直接定就行了 管它呢 地球 你就不用观想地球月亮从你头脑就掉了啊 不然大家还是说 哎呀我先放下我 然后放下我妈 然后放下我孩子 然后放下朋友 然后放下三戒六道 这其他道看不见怎么放 哎呀把你和星号 把太阳月亮放 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直接定在那 是吧 有啥过来你都不管 能来找你的境界你不管就行了 有些境界连你边都靠不上的是吧 每个人在修正中遇到的境界不一样 你见闻觉着的也就那些东西 地球不会找你麻烦的 太阳也不会找你麻烦的啊 你执着的不是太阳跟月球 你执着的就你心里面那一点点事 把那点放下就行了 就放下全世界了啊 你要是修了很多年 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 也执着在心里的话 哪个法目哪个老师都不行 这个余师傅没关的 是吧 你说拜神拜神拜神 你拜神也不行 你放不下那点的时候 跟老师没关系啊 什么东西啊 夜里聚在当中才是个假象 这种肢戒就是个错觉 你就是空性的 空性就在这里 就没有动过 空性里不生万法的 没有生出来东西 但空性随约四线 四线知道吧 所以一朵烙花也是大海的 全部四线 知道吧 你能了解这一点 就是这个四线 它是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是全部的空性四线 因为空性无喜无小 如果有一个东西 你就都分成十分 十个人四线 就都一个人四线十分之一 空性无喜无小 所以每个东西也毕竟空 每一个东西都是空性世界 空性无喜无小 是不是每个东西也毕竟空 所以你看到的像是假象 毕竟空 但你执着了 所以你就没 你执着在你那个维度里边 假象里边受爆了 所以三线六道是我们妄想产生的 包括能想的这个你 能妄想的这个你 包括三线六道 轮回这件事 是你妄想出来 但是你要停不下妄想 你是不是轮回就解脱不了 一直在轮回 因为轮回之境是你妄想产生的 所以把你扔到天涯海角 你也妄想 不是离开这个地方 你就不受苦的 所以你痛苦的时候 你说老师我去旅游一下 去天涯海角 我说你去吧 去了你不苦也行 但你说我去那还苦 有的人说我出去旅游一下 就不苦了 但比较极少数啊 除非你是出院了 又有新的移动了 你移情别的 转移了注意力 你可以不苦了 如果你还执着那件事的时候 你在哪都苦 因为它那个地狱到 地狱的那种幻境 是你心妄想出来 它跟着你的心向 跟着你的心 停下来就要歇出 坐地上 身心不动来 行事上歇停 然后慢慢才能心停 就是说 你说你心 妄想的停下 你先要从行事上 深口意 从行为上 从嘴巴上 然后到心 一点一点停 反正你要有一点点功夫 把这个世界的难 难处就少一点点 你有点功夫 世界就难事 相对于你的难处就少了 痛苦烦恼就少了 这个可真是救苦救难 因为你自己就把自己救了 因为你在实证里面有点功夫 有群想冒想 有点功夫 你的幻境就少了一点 那些幻境都是让你受报的 善的幻境你以为是什么 你很快乐 今天很快乐的时候 你觉得我是善报 你那个不快乐哪来的 跟这个比较出来的 所以当你很快乐的时候 你也知道有一天你会不快乐 你越快乐 有一天你越会觉得不快乐 知道吧 因为比较嘛 所以经常活在痛苦之中的人 还有时候 有点快乐就很感恩了 是吧 但是你稍微有点烦恼就很抱怨 因为你一直很快乐 对吧 你承受不了那种烦恼 所以我们始终一从娘胎出来 别说娘胎了 在妈妈肚子里就受爆了 我开始 然后还努力地找出个叶耳鼻色声音 通过你的一系列错觉把它找出来了 还是照你妈你爸那模子找出来的 所以又像你妈又像你爸 找出来现在又要修回去 修得无叶耳鼻色声音 当然不是把野竹子修掉了 不是这个东西已经零件摆在这儿了 就这样臣服 你成佛长相还是那样的 不会也许你哪块放防光很正常 不放光也很正常 但是你会圆通 圆通就是突破了错觉 就是六根合一了 本来你也就是个圆满的空性 现在分成六个部分了 因为你这个空性里面是一切圆绝的嘛 什么都知道的 现在是你要看东西 你要见 你必须通过眼睛 不能通过耳朵 见门觉知就分成了六个部分了 你一分就有局限性 不能圆绝 除了我觉得 我觉得我看见啥了 我觉得我听见啥了 不是圆绝的 寥寥分明 他不说我见门觉知 我看见啥我听见啥 他就知道 测完马面了 什么都知道 他不用眼睛也能知道 他不用耳朵也能知道 但是人家要靠眼睛来看 耳朵来听 那你那个耳朵就有局限性 眼睛要局限性 你不能控制三维啊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